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精 三切梦境又为你却 此地众生都不休息 无上甚深微妙华 那是微妙华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尊实义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各位维新贤士 一京大学同修代表 今天在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我们在千佛禅堂 共修 每月一日的共修 千佛一日禅 千佛一日禅 王三老祖 很慈悲的 赞叹各位 过去 无量节以来 无量节以前 都是佛 因为 沙佛世界 宇宇宙虚空只有这一个地球 最宝贵的 我们 天 神 众生 全部 全部 都来到地球 来之后 你修行 所以 王三老祖 诸佛福沙 赞叹各位 过去 无量节 前 各位的本性 如来本性 都是佛 佛就是有智慧者 若是 各位维心贤士同修们 常常 万叹就说 我哪才拍名 万叹说我怎么都 不如人意 就是要有修道 才能改变你的命运 所以命运的改变 只有一个原则 要用医药 用医药 你来到那些 大家 要用医药 去 去 去 有点 入口 从 从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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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開始 這要用疫藥 來開啟 過期無量節我們的黑暗 隨亡產老祖導教之行 以中華文化道童逸經 的新法妙法 來打開各位 心裡的黑暗 和無名 然後 進入光明 才有 千佛一日禪 尤其我們在千佛大禪堂 裡面可以容納一千多個人 一起在這裡共修 在這裡聽經文化 那我們 遜天華子為國修道為民祈福 必須要有法 法有佛法 有聖法 有道法 有萬法 所以我們事先的生存生活 法 我們只有 過自的 生活方式 過自的因緣 對於這個法 就是解脫之法 就是解脫之法 曾經有人問我說 本年老師啊 啊 你一直在講經講經講那麼多的經 到底有沒有多少多少人解脫 我說有 我們解脫了 好 假使今天 我們共修 一天的共修 到最後 每個人都解脫了 每個學員都解脫了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 所以 疑問著 信眾大德 我 恍然大悟 原來你所說的解脫 是每一天 每一日 每一時 每一分 每一秒 都在解脫 都在解脫 我才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人來到世間上 從不同 空界 世界 過狼的因緣 投胎轉世 來世間來地球構地 五大洲 都 短暫了幾十年 之後呢 又回去了 回去了就是死掉了 肉體 身體 肉體 放下來 來 回歸大地 我們的靈性 就帶著 歡歡喜喜的 回去了 有的 再去投胎轉世 有的 有的就回歸到 自己空界 靈魂界 回去 等待以後的 做善運緣 再來 世間走一趟 但是 要來到世間 你一定要有 沒有 善運緣 善運緣 的話 我們的人生 才能過著平穩 心安 若是沒有 沒有善運緣 的話 我們 生存在世間 每天 在鬥 在爭 在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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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奪 受受 戰爭 等無名 來摧毀 或是摧殘 我們的 受孫肉體 我們就 會 將這些苦 眼前所看到的 身體上所接受的 一些苦 又 帶回到 靈魂世界 自己的空的世界 天上界回去 所以要來 世間走一趟 必須要 有 有各種的善運緣 火灼 的話 人生是痛苦的 與其不來 還好 來了 更不好 但是 在2500多年前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 他悟到 所以 就是自己修道去了 左遍 大江南北 左遍大江南北 到處尋起秘密 訪道 修道 練道 學道 所以 釋迦牟尼佛 他 在 世間 走了六趟 走了六年 六年裡面 他 到過地去 體驗 受惠 人間 酸甜苦辣社 所以 釋迦牟尼 他在非常的 不安 心不安之下 竟然出家之後 到最後 只有靜下來 坐在菩提宿下 菩提宿下 就是一個道 的名稱 一個簡稱 一個啟事一個禪 所以在 菩提宿下 怎麼悟道了呢 就是從 反省 懺悔 和實踐 這是我們每一位同修 我們學道 修道 這是我們每一位同修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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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島 是修成正國的 不論法文 釋迦牟尼 釋迦牟尼 在世間 走遍 大江南北 他修各種的法 瑜伽也好 修忍辱的也好 修各種的法 都沒有辦法得到 心安 沒有辦法得到解脫 後來 悟了 悟了就是 只有 反省過去 懺悔 現在 實現未來 這三個原則 所以 釋迦牟尼佬在菩提寺下 連續七天七夜 這 反省過去每一件事情 總是以來 然後 懺悔 不要再患上以前的壞毛病 再來 努力 去實踐 去做 不要換帳以前的毛病錯誤 七天七夜想到這裡 每天都是這樣坐在菩提樹下 到最後 悟了 原來 人有這麼多的不如意 都有先世罪業 都有金剛經 早開世了 先世罪業 沒有消滅 沒有把它消掉 沒有把它滅掉 沒有把它滅掉 你消 沒有徹底 要滅 才能徹底 你滅徹底 這是要從 反省開始 所以我們 日常生活中 很容易 患錯的 第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私心 最大的 第一個私心 讓我們產生以周圍環境 周圍的人 都開 反省 產生了 開始產生了 對立 毀謹 忌妒 排斥 不知足 這個都是我們人 最大的 罪業 所以我們有機會再來投胎 轉世 帶著希望來做反省 懺悔 實現未來 實現未來 然後 我們 以這一生之中 能夠依法去修行 那你就 先世的罪業一消掉了 你的人緣 你的 家庭 你的生活 才能夠真正的 做到心安 所以 反省 懺悔 實現 是安心的法文 人來 事件上 就最怕 心不安 心不安 所帶著 過氣生 無量節以來 和無量節以前 所有的錯誤 藏在我們的意識裡面 在這一生常常會浮現出來 所以有一次又另有 有一位先生 他來到生活室 我看到他的表現 就好像 要挑戰 要提款 他跟我說 你沒有剃度出家 你怎麼可以講金剛經 講佛經 金剛經是 佛經是出家人 在講的在修的 我笑一笑 什麼叫出家 什麼叫在家 出家在家 是個名相 你 要出家就是要離開 在貪春出三獨的思想 這個束縛 的框框裡面 要離開他 叫做才是真正的出家 若是你 頭頂上剃度剃掉了 頭髮剃掉了 身上穿了一個 羅漢衫 一些壞習慣 貪貪的無怨 很容易動怒 沒有智慧 這個就是 在家 和出家 這個都是我們 要去領悟的 所以這位先生 臉色紅起來了 他說對不起 本來老師 我看錯你了 我連你沒有看錯我 你看到我的表象 我的內在的心靈 世界無量傑錢 到現在來 當然 這一些 三獨其性 沒有完全的剔除 所以這一生再走一趟 我藉著這位因人一片學 一片修 一片來做反省懺悔 我才能夠消除我的 先試罪業 這位先生 他也很謙虛的 他說原來 出家和在家 再一個念 都關係而已 念頭 就是 有三獨 念 就是頭 頭 心和念 念是有黑暗的 心是光明的 心是光明的 所以我給各位身上帶著 這個宗祭 這個宗祭 這個太極 兩儀四相八卦 全部 在我們每一位的心中 胸口心中 所以追悅先生 很謙虛的 就 行了三獨 拜禮 就回去了 要走的時候告訴我說 他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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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各位 自己不可emed 他悟了 他悟了 我們現在 你幾乃 我真的 尚敬 我只 byt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